- 只是音樂,OK,OK Hello,大家好,我是董小姐 大家有沒有發現今天的背景跟之前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我回家啦 然後今天是大年初三 那我就在這邊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希望大家2017年能夠開開心心 然後身體健康,然後萬事如意 就自己想要完成的目標都可以完成 那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今天做的一個專題是我之前就很想做的一個專題 叫我的包包裡有什麼 那因為我在家嘛 其實包包裡的東西沒有在南京那麼全 那正好我最近入了兩款我比較喜歡的包 那我就正好順帶分享我這兩款包 也正好介紹一下我包包裡 平常會裝一點什麼東西 我們開始吧 首先介紹的這個包是一個小小的胯包 就是這個 這個是Rebecca的 就是之前我就在微博上分享給大家的 就是我說我已經當時錄了這款包 但是當時因為是過年嘛 就拿到這個包就是拿的時間比較長 但是雖然等待的時間比較長 但是我拿到手的時候真的還蠻喜歡的 其實當時我看中這個包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這個顏色 它的顏色是豆粉色 然後我覺得這個顏色配 一開始我可能會覺得可能會配夏天的衣服會比較好 特別是配白色 那我當時被種草的那個圖片就是白色的裙子搭配這個顏色嘛 我覺得它搭配白色應該是蠻好看的 但是後來我發現 它其實真的這個顏色很百搭 我微博PO過很多日大 就是都跟這個包搭配過 有黑色的大衣 有那個飛行夾克 就是綠色的 然後也有其他的顏色 我覺得所以說我覺得這個豆粉色的顏色 還是比較百搭的 這次就是它這個鏈條和它的一些流蘇的一些 就是小的一些細節吧 我會覺得這個包會比較有小心機 因為我覺得就是選擇飾品方面的話 飾品可以稍微有一點點小心機嘛 因為我自己平常衣服啊這些單品都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它其實這個包裡還會送你一些這種這一包 其實也就是流蘇嘛 就是如果你還想在這邊就是寄一點流蘇也是可以的 然後我給大家近距離看一下這個包的一個細節吧 然後這個包的話它的容量就算是一般吧 就是我能滿足我平常放東西的一些需求 它是有兩個 一個是這邊就是這邊有一個拉鍊 裡面有可以放東西 但是我今天這個包裡面放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放 其實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可以放東西的 因為它的材質是那種有點幾皮的那種材質吧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是比較符合秋冬的 就是你秋冬背這一塊 也不會覺得很就是很違和啊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它也比較適合秋冬 然後它的這個在夏天的話我覺得也挺好的 因為我當時就是因為它那張圖片就是跟白色裙子搭配的嘛 所以我是覺得它這款就是這款包它夏天杯可能會比較好看 然後因為我其實是11月份下單位的吧 我記得我反正就很早就買了這款包 當時就在想這款包 因為它是幾皮材質的 現在是相當於秋冬嘛 然後我搭配這款包也是比較白搭的 就是它的性價比來說我是覺得比較高的 然後搭配性啊也是比較好的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顏色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灰粉色的感覺 有點豆沙粉的感覺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標是在這邊的 就是我覺得是比較低調的那種感覺 我比較喜歡這種 然後我們就來看一看裡面吧 其實裡面東西就是 比較多了今天 但是我今天是稍微收拾了一下 但是平常的話其實裡面 那些其他霸躁的東西放的還是挺多的 那首先就是我的錢包 這個錢包是我去年夏天五六月份 我記不得是具體幾月份 是在泰國免費店買的 然後當時買這個錢包也是因為 就是它比較符合夏天嘛 就是它這個花文的圖案就是我比較喜歡的 而且當時是夏天嘛 我就當時就買了這個小錢包 然後它是這個牌子的 然後這個包也比較實用 所以我當時也買了 大概我當時買下來就是二百多塊錢吧 我覺得還是挺便宜的 然後就這一面它是會有放那種卡 然後就是各種各樣的卡 我卡也不是很多嘛 然後就就是也夠白 就是如果我覺得如果卡多的話 就可以買一個那種卡包 然後這邊就是放現金的嘛 但因為過年嘛就是有紅包拿才有現金 其實平常這個包裡就是沒有零錢的 嗯 然後它這邊就是 這邊是也是可以放東西的 那這邊我會放一些像這種零錢啊 還有一些還有一些就是鑰匙 就各種樣就是工作室的鑰匙都放在這邊 嗯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內儲存卡 包裡其實比較簡單就是這些東西 那我就是覺得這個這款錢包還是比較能放東西的 就是你看我卡現金啊鑰匙都放在裡面 雖然是一個比較綜合的一個包包吧 然後它的顏色是比較適合夏天的 然後其實我一直想冬天再買一個錢包 但是一直也沒有買就一直用到夏天這款的包 我是打算最近再去看一看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看的錢包 到時候如果有好看的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再來就是這個 嗯 季凡希的這個散粉 散粉也是那時候咖哩買給我的 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油性皮膚 就是比較偏油的那種 所以我冬天其實還好 但是到夏天的話我會比較大面積的出油 然後所以這個散粉是我必須要就是我 嗯無論帶什麼包背什麼包我散粉是肯定要的 我用散粉至今都是沒有什麼很好的 那種感受我覺得還算是就是 呃 還可以沒有讓我很驚艷的感覺 那如果大家就是有用的比較好的三分 然後就是和我一樣都是油皮的話可以推薦給我 因為我沒有尋找到一塊讓我非常驚艷的一塊三分 那這款三分還可以我覺得就是在我用的當中算比較好的了 嗯 嗯接下來接下來接下來就是這個 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就是這個是一個遮瑕就是美寶蓮的fitme的一個遮瑕 那這個遮瑕是我在美亞上買的 嗯我是之前就呃有被種草也是被咖哩種草的 因為它它它是在它是在泰國買的也不知道是在哪買的 就是買了一個這個當時我用欸我覺得欸好好用啊 然後我就一直想買但是一直拖到今年嗯也是 嗯也是 11月12月份才買的 然後我發現真的還蠻好的 因為它很方便就是欸你就是就比如說你出門 發現欸這邊有點瑕疵就是或者有點東西 想遮一下直接就這樣遮然後用手推開我覺得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因為我出門的話就是必備的三種東西就是錢包散粉還有遮瑕 我沒有怎麼用粉餅欸 但我覺得黃線想想來的話遮瑕加散粉其實可以用一個粉餅來替代 那我之後也會就是找一款比較好的粉底 那如果像我是油皮 然後就是跟我膚質是差不多的話也可以分享給你們 然後幫你們種草 就關於我眼睛的部分 一個是我的這個隱形眼鏡科 那這個是我用的比較多的那個半年拋 就是我如果不戴日拋不戴眼鏡的話我就可能會戴這個半年拋 那這個是我在實體店買的 就是我牌絲具體不是太記得了 就是店主推薦什麼我就戴 我當時看顏色就比較自然就就就買了 就是我眼睛的這一塊 然後我的日拋是這個 日拋我現在只用到一個 那這個日拋的感受的話我是覺得還是比較好的 就是除非你戴很長很長時間會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但是你如果戴個六個小時六七個小時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我算這一塊日拋算我戴的比較舒服的 那這個就是我因為我自己平常會戴日拋會戴就是會戴美瞳 所以我也買了一個這個就是前段時間才買的 因為我發現有時候眼睛真的有時候會疼 然後這個也是朋友推薦的 因為我試了一下它的 我發現低了之後就會變得超爽 就眼睛會變得瞬間得到了解放 然後我就自己買了一個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這個是日本的牌子我覺得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就這個牌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 這個還有一個就是這個也是一個眼睛眼睛盒 但是這個其實裡面並沒有什麼美瞳啊什麼的 因為只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盒子比較可愛 我就一直放在包裡 然後還有橡皮筋 就是那種小小的我會放幾個包裡 不然有時候要用 還有還有兩支唇膏 這兩個唇膏也是我比較常用的 一個是BBIA的綠管9號 那這個已經是第二支了 第一支這個還是朋友給我的 因為第一支已經被我用到就是 我覺得我在用它就要斷了 所以朋友就把他 因為他不怎麼用這一支唇膏 就把這個唇膏給我用了 這個是我一般用的比較多的唇膏 應該是近期用的最多的一個唇膏 那現在我的嘴唇上也是擦的這個唇膏 那還有個這個 還有個是這個 這個牌子我不太會讀 給你們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牌子 那這個牌子它是幾號啊 就是RD03 它的顏色其實跟BBIA的這款是有一點點像的 那這個顏色我看一下 其實說實話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更偏愛這一支 那這一支是可能是因為我 這一支是後面才買的 所以就比較喜歡新的東西 那這一支的話 是我前一段時間比較喜歡用的 那這兩支其實之前都有推薦給大家 其實你會發現我唇膏的顏色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就沒有了 就我裡面的東西就很少 那因為我在家嘛 裡面也沒有帶什麼東西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裡面 它就是一個黑色的這種內襯褲 然後它裡面也會也會有這種標 就是裡面的步道其實跟普通的包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然後我比較喜歡這款包 三個吧 一個是它的材質 我是比較喜歡的 就是我比較喜歡這種麂皮的材質 第二就是它這個流素的一些設計 然後它本身它也會送一些流素嘛 如果我想要在家裡流素也是可以的 然後其次就是它這個顏色 其實也是因為它的顏色最開始吸引我 我才會買這款包 所以這款包的話 我是覺得大家如果喜歡Rebecca這個牌子的話 可以考慮住這一塊 因為其實它真的還蠻百搭的 然後它的價格的話 我當時是買了1200多 但是我好像現在開已經1000塊錢左右 所以大家正好過年嘛 有壓碎錢了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哪些款包 那這款包也是鞋胯和鞋胯 還有這樣杯都是ok的 好那我們再說另一款包 那這款包幾乎都是 裡面都是我幾乎每天都要帶的東西 另一個包我分享的話就是 除了帶它們之外 另外要帶哪些東西 那第二款包就是我手上這款 BaraBara的一個小書包 那其實他們家有很多其他比較好看的包 那我為什麼會選這個呢 其實可以發現我之前分享的包都是斜胯包啊 或者是一些單肩包這樣的一些小包 那其實我個人還是比較想要一個雙筋包 那我就到他們 因為這款包是他們家寄給我的嘛 所以我就到官網上搜了一下 我發現這款書包是我比較想要的那種感覺 首先它好像是有大號小號 我選擇了小號 因為我不想要太大的 然後它這款顏色是有黑色和棕色 那我個人是比較想買一個 顏色稍微亮一點的 因為我秋冬的衣服都是偏深色為主嘛 所以我想買一個就是這種棕色的 我覺得這種棕色也是比較 顏色是比較有氣質的一款顏色 那這個雙肩包它的一個整體的造型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雙肩包的造型 那它其實你會發現它有很多其他的小細節 比如說它包的背後是就是這種 就是它就不會是那種平面的 就是它會有一點 就是我不知道它這個是為了增加這個包的 背的舒適度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會覺得它這樣做是比較用心的 然後它背後也是有一個拉鍊 也是可以放東西的 放東西的 然後 它這個包袋就是因為每個人 就是肩帶肯定是會不一樣的 它這個肩帶也是可以你自己調節的 如果你想再長一點或者短一點 都是可以自己調的 那這兩個包袋都是用不同材質 就是做成的 我會覺得會比較有一點點小心機 會比較有趣 會比較就是我覺得會覺得比較用心吧 而且這邊有三個字母 就是DYT嘛 DYT其實就是我 我本名的一個縮寫 然後 因為這款包 我不知道是這款包有刻字的功能 還是它所有的包都是有刻字的功能 反正我這款包它可以刻字嘛 然後我就 它問我需不需要刻字 需不需要刻字 我就說那就可以刻一個DYT 但我會發現 我刻完之後 我覺得還可以吧 但是有的時候我覺得其實不刻字也還挺好的 就是你會發現沒有字也可以 有字也是算是自己的一個專屬的包包 我覺得這個刻字這個功能 大家就是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不刻 你看你自己喜歡就行 然後 它這邊也是它的包的袋子還是挺多的 你看背面這邊有一個包袋 那這邊也是一個包袋 那這邊包袋我會平常會放一個眼鏡 就是我平常的一個眼鏡 哎呦 都已經很髒了 因為戴美瞳 然後戴戴這個 是超暈的 那我平常就會戴這個眼鏡 就是大家可能會問 為什麼你不用那個盒子裝起來 我一般就是比較懶 就是這種東西直接放進去 因為也比較便宜嘛 我也不是很在意 然後我們就來看 這裡面的東西有什麼 我來打開 這裡面的東西真的放的還是蠻多的 你別看就是它的包 看上去不是很大 但是它裡面東西還是蠻能放的 首先 就是一個圍巾 那我就是因為冬天嘛 我平常也會有時候會背一條圍巾放在包包裡 但也不一定啦 因為看你包的大小 如果包夠大的話會背一個圍巾 就是冷的時候我就 然後 接下來 就是一個水杯 這是我平常有時候會帶的一個水杯 因為大家知道嘛 冬天就容易乾燥 其實應該多喝水 其實我這個人 平常不會說很要喝多少水喝多少水 其實我平常喝的水還蠻少的 但是我其實會發現 喝水喝的多一點皮膚會變好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自己 還是會早上灌一點水 然後相當於強制自己去喝嘛 然後就會放在包包裡 這樣子的話 有一次也會 平常會多喝一點水 但是我發現這個 這款杯子是星巴克的一款杯 我發現他們家杯子真的超飽暖 就是有的時候我早上放的水到下午還是很暖的 就是很熱的很燙的 就導致我又喝不了 因為太燙了嘛 我又不想喝 所以 我覺得有時候 保溫杯太保暖也是有弊端的 然後 接下來 好好 就是這個 這是一個吃的 就是我如果有什麼零食的話 有時候也會放到包包的話 如果你這樣吃飯的話也可以吃 這個卡丁實在是吃的 我嚐嚐嚐嚐嚐嚐嚐 這個是那個 黑胡椒紅薯片 黑胡椒紅薯片 還可以兩邊 最近想剪杯嗎 所以平常不敢吃太多肉 然後就會選一些什麼 乾果類的 然後選一些這種所謂 果蔬乾啊 再吃 但我發現其實吃這個 反而會更容易 然後接下來就是充電器 充電器是 一般來說我都會帶那個東西 因為現在平常就是整天就是 就在弄手機嘛 然後 所以我現在就 還是稍微 算去一點小技 希望大家還是少玩一點手機 因為我自己現在 有時候會 頸椎上會比較疼 就是會 嗯 會頭暈啊 什麼的 其實就是因為頸椎不太好 因為整天就是 玩手機 然後 弄電腦 所以就是 會有一點點問題 其實大家就是 平常是 比如說玩一段時間的話 就 要舒展一下 活動一下 會覺得整個會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個就是 因為我平常 玩手機玩的比較多嘛 所以就也會 嗯 要 要帶充電器 這樣的話會 保證手機有電量 然後 就是耳機 那 因為我 我是 7 7 所以 這個耳機的 這個頭是 這種扁 扁的頭 那接下來 就是這個 本子 就是 因為我自己 平常 晚上 就是 晚上會提前 把一些要做的事情 放到那個 寫在手機的 備忘錄 裡面 那第二天的話 我會 就是寄在那個 本子上面 就是第二天 早上的話 我會寫在本子上 今天要做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 會有 會寄到本子上 我覺得這樣的話 會 讓我一天 就是知道自己 應該要做什麼 這個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習慣 然後 還有筆啊 然後接下來 就是一個護理 因為有的時候 換美筒啊什麼 這個也是必須要用的 那 包包裡就 沒有其他什麼東西 就是空空的 然後 它裡面的內衬是這種 深 深紅色的 然後 這款包的話 我也是 比較推薦大家的 因為 嗯 特別是如果是現在還在上學的 同學的話 應該還是 算是一個 要 要用的一樣東西 嘛 它的價格 大概是 115磅 那 就是我這邊是有一個 優惠碼 優惠碼 如果就是 嗯 用我的會碗的話 應該會打8.5折 115磅 大概是 800多塊錢 打8.5折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啊 就是 因為它這個包的品質 還算是不錯 就是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可以買 當然 也可以到他們官網上 看看其他的 一些的包款式啊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想要的 雙錢包 嗯 那好啦 今天的專題就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今天的專題 那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拜拜 3 1 2 1